正常的精血是暗红色的,属中或有脱落的子宫内膜小碎片,宫颈粘延,阴道上皮细胞,无血块。 不过有不少女性会在每次月经刚来的前几天和快结束时,精血颜色发黑,那么这反映了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?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,气质血瘀,月经前后无定,精量或多或少,色紫红,有血块,精型补偿,或半小腹疼痛,或有胸鞋,乳房,小腹胀痛,外门不舒,舌质紫暗,或有余点,财薄白或薄黄,脉心或色等,气血量虚,月经周期提前或错后,精量分多或减少,经期延长,色大,窒息。 或小腹疼痛,或头余点花,或神皮之卷,面色苍白或伟化,那少变糖,舌质淡红,脉细弱,顺虚,月经周期前后无定,量啥,色淡红或胎红,脂薄,腰细酸软,足跟铜,头与耳鸣,或小腹嫩,或叶尿多,舌质,脉沉弱或陈池, 腹科疾病,捧腔炎,子宫内膜炎,除外担帘等腹科炎症,可能会引发女性的子宫内经血不能正常的,顺利的排除,而导致精血淤积,也可能会造成月经颜色暴黑。 多次流产,流产次数过多,可能导致正常的月经规律被打乱,造成正常的精血不能正常排除,长时间的运气体内,而造成月经颜色暴黑。 耐分泌紧乱,内分泌紧乱,可能造成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,造成精血颜色暴黑。 气质病病,或药物负作用,生殖器官居骨的炎症,肿瘤及发育异常,甲状腺,肾上腺皮质功能异常,糖尿病都可能引发月经不调。 使用精神科药物,耐分泌制剂,也可能会咬乱月经,倒置月经量少颜色暴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